车子越来越难卖 但是有些4S店不学好 玩套路坑人什么落地价全包价 听起来好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10万块钱的裸车价 发表上写着10万 落地价到底最低是多少 11万3000 在11万3000和11万6000之间 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坑人的价格 超过的都要打个问号 那首先是算算购置税 10万块钱的车标准购置税是8547块钱 它怎么算的 购置税我们知道税率是10%对吧 但是不是直接发票价10% 那算出来是1万 这个发票里面含了汽车厂家的增值税 这个可是不管我们的 所以说发票的价格先要除以1.17 把这个增值税部分去掉 剩下来的那个结果再乘以10% 才是我们要交的这个税 那如果有些时候搞活动 7.5% 5%你都可以这么算 发票价格除以1.17 然后再乘以税率 那现在是10% 那这个购置税就是8547块钱 那有时候不是会有什么 给你发票低开一点 10万块钱的车给你开个9万 给你开个8万 少交点购置税 才少交几百块钱 划不划算 有的时候低开它还送你点什么贴膜保养 划算 仅仅跟你说发票给你低开点 就便宜点购置税的话 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最大的受益人是汽车厂家 或者是4S店 它的增值税少交很多 你10万的17%和8万的17%能一样吗 对不对 那再一个就是保险费 我比较推荐的话呢 是交墙险加4项基本险 三则50万 基本上这个价格是4559块钱 第一年这个样子 那么家用轿车 基本上是6座以下居多 7座我们不算 6座以下是950块钱第一年 对吧 那商业险的话呢 第三则50万1252 车损1547 车上人员责任险 一人50块 5座250块 不计免赔特约险560块 商业险呢3609块 加在一起就是4559块钱 那有些朋友觉得 我要买个全险或者怎么样 虽然我不推荐 也帮你算一下 要比刚才的那个保险 多花1741块钱 4S店的收入是靠提成的 那个这个保险 它可是按照你的总金额的 百分之多少来提成的 你买全险人家当然就开心 那么买4项基本险之外 什么玻璃险 倒墙险 划痕险 自然险等等这些险 全部都给你算上的话呢 基本上要6300块钱第一年了 比刚才说的基础保险的话 要贵1741块钱 那分情况说 贷款买车 这个银行里面 出于抗风险的要求 有可能会要求 你买一个什么倒墙险 你车子钱都没还清 被人偷走了怎么办 之类之类的这种问题 全款买车的话 就买4项基本险可以了 三者觉得50万 不过加100万 那也还可以 那么车船使用税 1.0升到1.6升是420块钱 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车船税它是地方税 不同的省份 它缴费标准有可能不太一样 而北京的话是420 有些其他的地方有可能就不太一样 仅供参考一下 反正几百块钱相差不会太多 一般是不会有坑的 保险单上就写在那边 然后验车上盘费 这个不是给黄牛或者是代办师傅的价格 就你车管所里面要交上去的什么上牌费 验车工本费 基本上是200块钱左右 300就有点贵了 付了300块钱 再问你收个200代办费 还算可以吧 那如果一共加起来 连工本费算上是800 有点贵了 那4S店这种上牌 有的时候会跟你说什么1000块2000块的 这个你就有可能可以考虑投诉一下了 再一个呢 就是手续费 贷款买车一般不是要付个手续费吗 尤其是零利息的 那这个手续费呢 基本上是贷款金额的1%到3% 10万块钱的车子首付三成 贷款7万块钱的话 手续费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 超过了这些手续费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明目的话 就要额外注意了 我说几个典型的 肯定就是零的 公证费 你自己拿车贯上公证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说警官是吧 我要公证 本质拿出来 结束了 不要钱的 PDI检测费不要钱的 出库费 我买的车你不让我开出去 没这种事情的 也是零 这点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么10万块钱的车 落地比较便宜 或者说是比较靠谱的价格 是裸车10万 购置税8547 保险4559 车船使用费420 验车上牌费 交给车管所的200 约等于11.3万 11万3000块钱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落地价 我在后台看有些朋友 什么10万块钱车 落地价12万13万都来了 好好得看一下了 今天给你讲这个东西 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毕竟这个车子 你买来就要付很多的钱 后面一年一年还要付钱的 了解一下 有点防身素总归是好的 那你这个养车子的话 其实也是不轻松的 你买10万块钱的车子 本身保险 购置税都要交 那你每年养这一辆车子 到底有多少钱 我也给你列了张清单 给你算出来了 很有可能结果 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如果想了解一下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算账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公众号 每天都会给你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 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这算账里面好多文章 贷款买车 全款买车 相差多少钱 我这个养车一年 10万元的车子 20万元的车子 分别每年要多少钱 等等的都有 你想要看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算账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